要幹什麼 就是網友會問的問題 絕對是剪頭髮啊 剪頭髮 短頭髮 他是剪到哪裡啊 痾 痾 痾 多以上 就跟他差不多 就一般男生的頭啊 欸這樣你能接送嗎 啊就沒辦法 只能隨意而無安啊 會選擇的啊 會不會有就是女生如果進來然後第一關 剪完之後後悔就想要回去 有很多都把我哭 然後很多晚上的都 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都慈其彼路的哭聲 對啊 你說合唱團之類的嗎 對啊 嘿我是溫伦 歡迎來到我頻道 今天要歡迎我的來賓 琪琪 還有家君 他們都是我當四年致願意的好朋友 其實我看起來很廢 其實我當了四年致願意喔 想知道吧 那我們就直接來Q&A吧 為什麼晚期算是漂亮女生會來當兵呢 不是被韋傑騙來的嗎 就是韋傑 韋傑 你覺得他過得蠻爽的 然後就覺得說好 我也覺得是他老公 然後他那時候 他那時候好像指揮官說如果來的話會有榮譽價這件事情 所以他那時候有講嗎 那時候沒有 那時候沒有 對啊 只是說選他那個連隊的話會有榮譽價這件事情 哦 對 那你 那 當初的初衷 其實我跟你講我18歲就想要進去當兵 真的啊 真的 18歲是什麼高中嗎 18歲是 高中畢業 高中畢業的時候 然後我就想說啊 我覺得去讀大學好浪費時間 然後我就乾脆想說 就去當兵好了 然後那時候薪水又很穩定啊 那時候起薪才2萬8耶 其實那時候的薪水也太高 然後可是我媽跟我姐他們不放心 所以志願意士兵的薪水是多少 現在嗎 對現在 現在好像是33000多 34340 34340 之前是32多少啊 32 whatever 反正現在是34340 你不是招募兵嗎 曾經 曾經 這種事情很容易就忘了 總共現在就是34340 對啊 那其實很高耶 對 反正就是來當兵就是穩定 穩定啦 可是他沒有辦法在服務 可是他可以那麼溫飽 對 餓不死 餓不死 第二題 妳身邊很多朋友都來當兵嗎 完全沒有耶 所以只有妳嗎 只有我 那妳朋友會覺得 欸為什麼妳會來當兵 他們會覺得很好奇 所以我不會跟他們說我來當兵這件事情啊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妳是隱瞞是嗎 就是朋友問 可是妳後來妳都 妳都不會都沒有說 都沒有說 哦 然後有啦 比較熟的會講啦 啊不熟的話 我就會說我現在是在外面做一般行政 哦 對啊 因為軍人 因為軍人在 一般的民眾的印象是什麼 妳覺得 就很神秘啊 很神秘嗎 不知道妳在做什麼 女生在興趣的時候要幹什麼 就是網友會問的問題 絕對是剪頭髮啊 剪頭髮 短頭髮 他是剪到哪裡啊 多以上 就跟他差不多 就一般男生的頭啊 這樣妳能接送嗎 啊就沒辦法啊 只能隨意而無安啊 只有選擇的啊 會不會有 就是女生如果進來 然後第一關 剪完之後後悔了 就想要回去 有很多都把我哭 然後很多晚上的都 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都慈其筆路的哭聲這樣子 真的啊 你說合唱團之類的 對啊 所以哭的不是因為進來 而是因為落發 那那個女生興趣的時候 是真的都在上課嗎 嗯 當然 譬如是什麼 就是在 從名人轉換成軍人 該有的體態 體格都要有啊 第一個就是一定要訓練 你的體能嘛 然後第二個就是 你一定要知道說 怎麼拿槍怎麼用槍啊 這很重要 所以不是打掃跟那個嗎 搬東西嗎 沒有 興趣沒有這樣子 是下部隊才這樣 女生睡覺的時候都睡哪 她是那個大豐富都混睡嗎 還是 你說男女嗎 男女絕對分開 是分開的 所以觀眾沒有 因為興趣全部就是關在裡面 我跟你講男生 看到女生整個就是 發情的野狗 真的 所以女生跟男生 他們也是分開睡的嗎 分開 就是睡的地方 絕對分開 家居本身是做什麼職位啊 現在貓 我現在已經升那個衣物寺了 我從衣物兵跳衣物寺啊 我退伍之後 家居是我學弟 然後他還就是 去升為衣物寺嘛 對 升為衣物寺 卡刺 那衣物寺都來幹嘛 聽說衣物 聽說衣物兵都很爽 這是真的嗎 我們單位主要是 戰鬥工兵嘛 對 然後 我們衣物組就是屬於特科 在部隊裡面算非常少 算是藝類嗎 也可以這麼說 也可以這麼說 就是很少數 然後也性質跟其他人 就是很大 有大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不能去做比較 所以你不能 軍醫他真的可以幫忙開刀嗎 這其實我也想問 所以軍醫是可以在裡面開刀嗎 因為在深度了 動手術我們 就是一定是後送到 隔任醫院 就是國軍總醫院 保健師 那醫官可以開藥嗎 看單位 像我們 單位 就屬於一級單位 頂多開到保健師 保健師 是不能開藥的 除非是到 我目前 那怎樣 是軍團級嗎 以上 或是 學校等級 以上 才會有 開藥 應該是說 有醫官 應該是說 有醫官的 單位 才有 資格開到 藥 還要看那個醫官 有沒有拿到那個 執照 醫生執照 就跟我們 醫務室 有護理師 如果你是 有護理師執照 然後你又是 身兼醫務室 那你就可以去抽藥 跟打 IV 或是抽血 好啦 反正國軍的 重點就是 薪水穩定嗎 餓不死啊 然後還有什麼 我跟你講 最棒的就是 每個月5號 他絕對你的薪資帳戶 不會遲到 如果他呢 武漢還是碰到六日的話 還會提前 還會提前 還會提前給你發薪水 就是一定會提前 對啊 該有的福利還是會有 你做滿一年之後呢 那個價也會給你 我們節目很適合招募耶 那他還有什麼福利嗎 我們可以把它講出來 我都會有福利的 我們這個要拖十分鐘 所以退伍四年之後的薪水 退伍金是多少 你不是很了解嗎 對我剛退伍 那我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退伍是零到 二十萬 二十萬 對啊差不多 二十幾年 至少還是要看個人的 擬姿去計算 對 因為你那時候就是上兵嘛 對 我那時候當了 自願醫師 自願醫師 然後我退伍之後是零二十萬 對 那個軍中減肥皂是什麼意思啊 這問我嗎 我進來軍中四年我真的沒有遇過 我基本來摸我 他的肥皂有五個 我的肥皂很大 對啊 歡迎來摸我 我不用剪肥皂 我的那個 我的IG 你會打嗎 可以剪屍啊 可以啊 IG在下面 那個請追蹤我 好 這邊也會放晚期的IG 下部隊的時候學長都沒在做事 都在打嗎 這是真的還假 好像是真的 你不要指我 沒有我真的超認真的好不好 超認真的 超認真的叫學弟做事情 嗯 每個人對工作的態度都不一樣 沒有我覺得軍中就是社會的縮影 對 對其實也是 這不是只有發生在軍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他一定都會知道一些小技巧 那一定都會想要偷懶 然後就可能會叫就是新來的或是學弟做 這其實也是很正常 一個工作你做久了 你上手了 你可能會把那個時間縮減 可能就完成了 所以有時候剛好學弟妹看到你 就是覺得你在打嗎 可是其實你事情做完了 學弟妹也不要跟學長姐 他們就是做完了 好嗎 所以舉光日記 這個是網友寫的 舉光日記是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寫真實的事情嗎 因為它不是可以反映給長官 我想要知道我們每位官兵想法是什麼 因為我們的立場 不敢寫出來它發生的事情 所以反而會寫一些 就是有點敷衍帶過 就覺得我只是想完成這個日記 所以1985這個電話打過去 是真的會有人接嗎 而且它真的會解決我們的問題嗎 聽說打1985 如果你是自願意的話 它就不會理你 這是真的還假的 哈哈哈哈 那還沒訂閱我的朋友 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鐳鐳 這樣就不會錯過沒期的更新囉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